几周侯五门提反师 我这个天哪 那就像热油锅泼了这么一瓢冷水一样 当时啊 这昭歌诚就乱了套了 特别是文武百官 有好多人都不相信呢 什么什么 你再说一遍 俗户反了 啊 怎么可能呢 那是诸侯之中四大君子之一啊 那是一个最好的好人啊 是一位耿直君子 甭管什么你不信去看看去 这位真好气 带着几个家庭跑到五门来了 举目一看 那时候反师 磨叽未干啊 这位吓得呀 站那儿动不了窝了 有家人帮忙 搬着腿回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苏护怎么能反了呢 文官都来找商龙 武将都找黄飞虎 黄飞虎 当即背马 就奔公馆来了 来找苏护 武城王黄飞虎特别器重济州侯 知道这位侯爷 文武双全 哎 为人正直 是不可多得的一位武将 等黄飞虎到公馆一看啊 人家早就走了 他赶快去找商龙 这时候笔竿也来了 老丞相商龙 直跺脚啊 怎么回事急的 苏护怎么能够这样呢 不行 我得去问问 哎 武城王一听啊 我跟您一块去 咱们是得打听打听 到了宫中一见赵王 赵王还一肚子委屈呢 怎么回事啊 是啊 我召见他了 我跟他说了一点小事情 什么事呢 说他家女儿十分娴熟 我想把他聘进宫来 那么赔王半价 华人说的对也罢 不对也罢 百姓民间 还一家女百家求呢 我是皇帝啊 我只是跟他商量 你同意也罢 不同意也罢 敢写下反诗 这很了得呀 你们来得正好 寡人我要御驾亲征 兴师刀记者问罪 哎呀 商龙赶快解劝 万岁不要如此 如此说来嘛 这是苏护的不对 即便皇帝啊 这个提法 有问题 不应该提出这个事来 那你也不应该这样啊 压住了 赵王天子的这个火气 您容我们商量商量 好吧 这王还给商龙个面子 你们商量去嘛 商龙跟武城王和为自己 为子眼 以及笔干成将 这么一商量 这是怎么办呢 不能让天子欲驾亲征 好说也不好听啊 君错也罢 陈错也罢 哪能闹到这不天地呢 这怎么办呢 可以判一路人马 到冀州去呀 把苏护 请到昭哥来 哎 武城王星 还说什么请啊 就把他拿来吧 拿到昭哥城来问罪 哎 怎么说都行吧 派谁去呢 这时候有人 正式请应 谁啊 北伯虎 虫后虎 感情人家啊 呃 费众游魂 虫后虎早就捏好了窝窝了 仨人觉得这是个天赐的良机 哎 费众游魂告诉虫后虎 您可不能错过这机会 另外呢 苏护是您手下的 第一路诸侯 哎 二百镇小诸侯啊 他为首 他先反了 这还了得吗 您这北伯侯还干不干了 重后虎虎本来就跟这个苏护不和 哎 每逢年线 每逢年级所有属下没有一个不去朝拜他 没有一个不给送后礼的 唯独苏护公事公拜 有事儿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回见他 你还真抓不住他什么 哎 人家把那冀州给治理的呀 甭提多好了 当地的黎民百姓 对这位冀州侯 是十分拥戴 气得这个北伯侯虫侯虎啊 也只能背后咬牙 今儿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 他当然主动清英了 这对我来讲是奇耻大辱啊 啊 苏护提了反尸了 我得替他担一半罪名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手下的一文武将 你这还了得吗 当时气得顿足吹凶啊 这北伯侯啊 还挺快作戏 但是他那两个好友 费动油红告诉他了 您呢 掌握好这分寸 您着急上火呀 骂大街怎么全行 但是呢 呃 到动真格的时候啊 您得这个 呃 留点后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说不定啊 这门婚事能成了 万一要成了的话 人家冀州侯啊 可就是当今国障啊 比您这北伯侯啊 要大一劫了 那要是他女儿在皇帝面前 描述您两句 您可就熟了 当然 这门婚事要不成 那就把您给成去了 怎么这么说呢 这门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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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啊 这北伯侯和鼎的气就来了 这玩意别人还不好说什么 苏婚确实是他手下一路诸侯 他请英出征啊 合理合法 但有一样啊 武城王黄飞虎啊 和商隆都不放心 因为什么 真要让北伯侯去 且不说冀州一战怎么样 那当地百姓啊 就吃大了苦头了 他这一路之上 肯定烧杀强辱 无恶不作呀 百姓有冤都没地儿申去 上边有那条圣旨那儿罩着呢 你这可怎么办 首相商荣和黄飞虎啊 口头上都称赞 好 侯爷主动请英 这个事情啊 应该这么做 因为是你手下的一员大将嘛 是吧 不过有一样 苏护父子啊 英勇善战 恐怕侯爷去了 人般事故 应该呢 呃 再给配上一路人马 黄飞虎一提这个姓啊 老商隆不住的点头 嗯 王家千岁 说得对呀 呃 那派谁合适呢 让西伯侯鸡昌 哎 从这个西齐啊出兵 兵发几州 两气加工 几州何愁不下呀 北伯侯有点不太痛快 怎么派谁都行 唯独派这个鸡昌 这人才不好办事 怎么回事呢 他反弹 可当面又不好说什么 只得答应下来 回来他跟费仲游 混一说 这俩一听啊 您还得赶快发兵 我的千岁 别让这鸡昌啊 抢了您的功劳 你们怎么说的那么对 我连夜禁兵 带领大军二十万 呼啦的一下 风风火火 像一股潮水似的 就搬冀州来了 到了冀州一看啊 又和冀州城四门紧闭 那城上边啊 挥瓶炮子滚不雷石 弓箭手刀手把手慎严啊 敢请人家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北伯侯到这儿 还没等扎营呢 城门大开 有得杀出一哨人马 为首的是一员小将 赢亏银甲 骑白龙马 手里头端着 方天话题 年纪也就在二十上下 人们都认识 这是冀州侯苏护子大少爷 少侯爷苏春忠 北伯侯哪把他放在心上 一个毛娃娃嘛 啊 什么人过去把他给我拿下 他这令纲传下来 苏全忠啊 好 撒把咬起就杀过来了 一场混战 把北伯侯杀的大外 他没成想 这位少侯爷跟一只下山猛虎似的 好家伙 太勇猛了 太勇猛了 把北伯侯手下的这些军校给杀懵了 一下兵败三十里 这勉强才把人马呀 给收拢住 炸下灵战 哎 北伯侯叹了口气 怎么 你说这多些气呀 这个 没见冀州侯苏护子面 我还想好好教训他几句呢 然后我让他认罪 自己走进木龙秋车来 我把他送往昭阁 呵 他这少爷真横啊 这怎么办呢 他手下这重将一听 这侯爷咱没成想 这小家伙这么勇猛 嘿嘿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应该呀 作战之前 我得嘱咐你们几句 那几周侯苏护啊 万将难敌呀 那是我手下一位胡将 我都不一定是他对手 大伙一听全泄气了 怎么 您不是人家对手 您请这应干嘛呢 可没人敢问呢 就在这时 东军官进来禀报 二千岁来了 嘿 乐得这北伯侯啊 差点跳起来 他用手这么一推胡须 往着济州城的方向 疏忽啊 儿修一 你弯了 我弟弟来了 虫后虎这个弟弟 可太厉害了 他叫虫黑虎 此人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倒数也过人 受过一位仙人的指教 学了很多奇异的本领 那是百战百胜 当时乐得这位北伯侯啊 从大仗里跑出来了 来到园门 一见他兄弟 拉着这个二千岁 虫黑虎的手 他差点哭了 怎么回事啊 见了其人了吗 委屈啊 虫黑虎啊 很安慰他的兄长 我怕您人待事故 到这儿来功成不下 所以我是文迅赶来的 哎呀 二弟啊 你来的真是识会儿啊 我到了冀州城 还没等闸住营寨呢 就让苏氏父子把我杀得打败 挫败了我的锐气 兄长不必担忧 带我去领兵问罪 带三千人马 到了这个冀州城前 探马报接了帅府 冀州侯文报大吃一惊啊 什么 虫黑虎来了 啊 正在城前讨战 快 免战高悬 城门紧闭 免战高悬 哎呀 当时率辅重将就有点不服啊 怎么这 这虫黑虎来了 一仗没打 就把我们侯家给吓成这样呢 不单单就关了城门 挂上免战 苏户啊 找来好多木匠师傅 干什么呀 连夜给我打秋车 啊 我们全家自备秋车 到这个昭歌城 领罪 这仗没法打 可把苏全忠给气坏了 他大叫一声啊 从来苏全忠 没在他的父亲跟前 这么闹腾过 那是一个孝子啊 说话都不敢高声 那今儿这怎么了 他气的呀 气晕了 失态了 这虫黑虎一来 关城门挂免战 这对我记州来说 就是奇耻大辱啊 哪有自己打木龙 秋车的呀 副帅您这是怎么了 几周侯啊 摇了摇头 我儿哪里知道 满说是你我父子两人啊 再有几十人 也不是虫黑虎的对手啊 这个二千岁 远非他家兄长所比 他这一来呀 我记住成修仪 就不要打了 要非打不可 也是白染一水 苏全忠哪信这个呀 难道说 他一口气能把孩儿我吞掉啊 您怎么也得让我在他面前走上三合呀 我真打不过他 那算我武艺不惊 您甭说打木龙秋车呀 您就打几挂马车 打马车干嘛呀 我也管不着 当时啊 他在这帅干上抢了一支令 带领人马杀出城门 免战牌摘下来了 到了这个镇前 夸一下领阵队员 那催马摇底 叫冲黑虎来战 冲黑虎咱们一看 哎哟 这不是苏全忠吗 爷俩有好几年没线了 这孩子又出息了 啊 就这身穿带打吧 那鲜明的盔甲 再开垮下的骏马 手中的话题 这只是天宫的金铜将士啊 而全岁打心里 往外喜魂在苏全忠 来者可是 全忠贤之 呸 苏全忠吐了一口 怎么谁是你的贤之啊 啊 你家兄长怎么个人性 你不知道啊 你今天 哦 跟你哥哥一样 全是奉圣旨 到这会儿来 罚我们冀州来了 这君戏臣呐 你知道不知道 嗯 骑马的 这君臣大义 你都不懂 你还管我叫贤侄呢 来者可是 冲黑虎 我 冲黑虎 已经火气不小啊 啊 先知 不猜 正是你一家叔父 休得多隐 撒马过来吧 他催马 凝几就刺 这人俩就在镇前打上了 战流 五六恶回合 哎 这位二千岁是 搏 搏马就拜 苏全忠一看 就这个呀 啊 我这位副帅 就这也至于挂免战 关城门 还自打木龙丘车 我把他逮得 您的帅府前 我看您跟我说什么 催马就追 只见这位二千岁 拜着拜着一抬腿 嘎吞了一下 把金顶开山岳挂起来了 由他的背上摘下一个大葫芦来 这葫芦 被血管里背着那大葫芦 还大一号呢 油光赠亮 他把这葫芦口啪 那盖就拧下来了 然后这么一抖手 只见由那葫芦里边 啪啦的这么一下 一盏翅 飞出一只黑鹰来 这个鹰可太怪了 怎么怪了 他一飞出那葫芦口啊 是随风掌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这鹰啊 比那个军校搭的那帐篷 还大一号 像遮天病日一样啊 一膀子 就把这位少侯爷 由马上给掀下来了 看来这二千岁手下留着情呢 这是用膀子扇他一下 那要用嘴 那要用嘴奔他这一下呢 当时啊 那脑袋就没了 过来几个军校 把苏全忠生亏缩网 给捉进大营去了 探马抱进了城中 几周后已经喊 你看看 这个孩子 小小的年纪 初出茅庐啊 小马扎行闲路窄啊 他不知道二千岁 虫黑虎的厉害 我的话就不信吧 才几个回合呀 就让人给捉去了 啊 他一点手把中军官叫过来 千岁您有什么吩咐 我吩咐什么 我让你找那些木警 找好了没有 找好了 哎 快 让他们按照我们全家 一共多少口人呢 啊 就打多少辆秋车 随后 你把我的这个银库打开 干什么 拿出些银两来 分散给呀 手下的家丁 让他们各自去逃命 赶快准备吧 冰了邦了 要打开了木龙秋车 正在这时候 中军官来报 启禀千岁 鸭梁官郑伦求见 哦 叫他进来 参见千岁 郑伦交令 粮草都运到了 哈哈 俗书 点了点头 郑将军 把押来的粮草啊 分发下去吧 分给百姓 让他们能逃命的 赶快背着粮逃走吧 郑伦越听越糊涂啊 千岁 哎 这是为何呀 郑伦觉得奇怪 我鸭梁运草 一共这才走半个来月 怎么回来 这地州变样了 啊 这帅府里边 拼着拼 帮着帮着到处打秋车 外边大军压境 不想办法拒敌 打正儿干什么呀 他问了半天 没问明白 所以啊 当面要问问 郑伦红 这一见面可得好 粮草运来了啊 发给老百姓吧 让他们能逃命 背着粮食都走得了 千岁 这是怎么了 俗户长颤一生啊 将军哪里知道 这北伯侯重吼虎啊 奉圣命带兵来征伐我的济州 我倒是不怕他呀 可是他二弟二千岁 重黑虎太厉害了 来助他兄长一臂之力 把全中已经捉去了 我现在啊 派人在打木龙 就把我们全家 装在车里 借王兴师 领罪去吧 郑将军 你呀 你 你也逃命去吧 可把郑伦给气坏了 他一跺脚 腾腾腾 大不留心 从帅堂跑出来 来到院子里 叮荡气 咔嚓 怎么了 他连梯带踹 把刚打好两辆车车都给踹碎了 然后郑伦是大吼一声啊 点兵 出征 我等待会儿呢 有什么事 我我看你